今天带来一部2023年最新悬疑影片《沉默的巡游》 上映于今年的3月份 属于神探伽利略系列的影片 全名叫《神探伽利略之沉默的巡游》 这部系列早在07年就上映了 是一部非常受大众喜欢的烧脑悬疑剧 之后就以剧场版形式频繁出现在大一幕 喜欢悬疑的小伙伴们 这期内容可得足以停了 因为里面涉及的人物太多 稍微留一点号就会将自己弄混淆 那么接下来就为大家奉上 这部极度烧脑的悬疑影片《沉默的巡游》 好话不多说开始 故事发生在2017年 一位貌美如画的女孩站上了舞台 其名为佐治 歌唱的那是相当好了 不过从表情来看应该是出来乍到 还有些紧张 这次选秀过后 迎来了音乐制作人景尚 以及他的妻子美慧 当即就要与他签议 原本负起此反对态度 他认为佐治应该先完成他的学业 再考虑当歌手的事 可看着女儿渴望的眼神 父亲最终还是心软了 便同意女儿追逐他的梦想 随后一家人陪着佐治 来到了景尚家练习 结果这一练 让父亲撒眼了 他怎么也没想到 女儿竟然有如此高的唱歌天赋 很快 佐治就来到了露云棚 录制他人生中的第一首单曲 可就在此时 噩耗来袭 前途一片大吼的佐治 却永远离开了人世 这不仅给佐治家庭 带来巨大的打击 整个小镇都倍感心痛 那么问题来了 好端端的大伙人 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这里说起来就比较奇怪了 佐治是在三年前的一个晚上 在家附近的公园突然失踪 之所以现在才举办葬礼 那是因为警方前不久 才找到佐治的尸体 不应该说是尸体 应该说是尸骨 由于前不久 靖岗县发生了一起 人为纵火案 将一处破旧的房屋点燃 最终在废墟内 发现了一具人类的尸骨 经过DNA对比正是早些年前 失踪的措施 紧接着警方开始进入调查 首先迎来的疑点是 尸骨发现的位置 距离佐治家的住处 有200公里之远 死因是后脑 遭到顿替打击射亡 目前警方只有一名嫌疑人 其名为昆宜 是自动被烧毁房子的户主 当初佐治失踪的时候 此人恰巧就在他附近一带活动 最主要的在于 他现在消失了 找不到人 此刻老面孔先生 也是神探伽利略系列里面的男二号 其名为曹治 当他看到嫌疑人照片时 瞬间让他回想起 早些年前发生的一起案件 当时警方接到报案 一名12岁小女孩突然失踪了 最终在4年后 发现了小女孩的遗体 与如今的这起案件非常类似 嫌疑人也正是这个叫宽宜的男子 不过这里搞笑的是 由于嫌疑人宽宜 在庭审的过程中 全程保持沉默 再加上没有证据 最终被判无罪 这里更可笑的是 因无法定他的罪 宽宜额外得到了刑事补偿金 以及庭审费 足足有一千万之多 这件事一度成为 当时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 很多人都开玩笑的表示 非常愿意被法院误判 此事传来了好消息 那就是这个叫宽宜的人 被警方找到了 并抓了起来 可当草质对其询问的时候 他的态度与之前一样 完全保持沉默 甚至连个表情都没有 无奈之下 小跟班林子 只好请汤川老师出马 他可是再熟悉不过的面孔了 一个被物理学耽误的侦探 从林子口中 了解整个案情以后 本来汤川是不想管的 人家还要研究 什么操导项目呢 可导演不让 不过当他听到 死者是做姿势 让汤川心头一灿 他经常光顾 死者附近开的饭店 也算是有点交情了 就此他决定 帮警方参谋参谋 此刻画面来到了一个月后 汤川一如既往的 在这家饭店吃饭 不过没有透露自己的目的 此刻 佐治的家人们 已经逐渐走出了悲伤 回归了正常生活 本来这是一件好事 可不巧的是 那个嫌疑人宽宜 竟然主动来这里嘲讽来了 并表示 因为佐治的死 害他没了工作 并向老板索要赔偿金 这纯纯的 就是在耍无赖 佐治父亲 早就从警方那里听说 嫌疑犯就是叫宽宜的这个人 但因为没有证据 无法将他定罪 对此 父亲恨的那是咬牙切齿 拿起菜刀 就要剁了眼前这个人渣 好在被村民拦了下来 这一切也都被汤川看在眼里 这件事 暂时就这么过去了 随后迎来了 一年一度的巡游会 佐治就是在这里 展露头角的 如今这场 昏声雷动的巡游会 多少掺杂的一丝丝悲凉 由于怕回想起女儿 佐治的父亲 并没有参加巡游会 本以为 先准备关店休息一天 可没想到 还真的有客人来吃饭 可随后 尴尬的一幕就发生了 这客人吃着吃着 突然操到肚子上 没办法 父亲只好将二女儿 夏美叫了回来 之后 带着吃足病的客人 去了医院 不久后 巡游会也接近了尾声 可就在此时 几辆飞一次过来的警车 打坐了这欢快的气氛 原来是 这里的一处工厂内 发现一名死者 而更巧的是 死者不是别人 正是最大恶极的嫌疑犯宽宜 报警的是死者的室友 其名为田存 随后警方对其建议问话 他表示 当天看完巡游会以后 便回到了家 结果就发现宽宜死在了卧室 不过这里奇怪的是 这个田存在接受审问的过程中 显得漫不经心 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 这倒是让草治 对他俩的关系产生了好奇 田存回答道 与死者曾在一起工作过 但并不熟悉 之所以同意与他合主 只是为了分担一些房主 这么一锁好像也合情合理 便让田存回去了 由于在死者体内 查出了暗苗的成分 再加上死者没有服用暗苗的履历 就此警方判定 宽宜的死应该是他傻 如果真是他傻的话 那嫌疑人可太多了 小镇上的人 没有一个不恨他的 不过 左肢的父母 是第一个被排除的 死者的死亡时间 是巡游会中途 这段期间 父母刚好送顾客去了医院 二女儿夏美 也没有抓案时间 因为她一直在看店 正在炒制一筹莫展的时候 汤春给了他几条重要线索 别忘了 案发当天 汤春是全城都在的 他表示 当天巡游会结束 便回到了小饭店 与村民们一起狂欢 而就在此时 得到了昆仪死亡的消息 听到这件事以后 所有人的表情 都一脸茫然 只有饭店老板 也就是左肢的父亲 显得慌慌张张 并表示 要去现场看看 这倒是让汤春很好奇 紧接着 曹智也说出了自己心中的疑惑 那就是 宽衣的死因是自欺身亡 但身上并没有出现被雷过的痕迹 可在现场 却留下了挣扎过的痕迹 这是曹智最不理解的地方 还有一点 那就是 从来都没有服用过安眠药的死者 为什么突然在案发当天 服用了安眠药 针对这些问题 汤春表示 还是去现场看看吧 结果大神一出马 就是不一样 马上就看出了破绽 在一个破旧的门上 怎么会出现四个崭新的裸死呢 说明一定是被人厚 按上去的 信下来一看 汤春瞬间明白了 歹徒的作案手法 由于这是一件密室 所以歹徒只需要利用这个洞 就可以让昆衣自欺身亡 方法也很简单 只要找一种 比氧气轻的气体 通过这个锁口 注满整个房间 昆衣就会不知不觉的 窒息身亡 那什么样的气体 最合适呢 汤春给的答案是液态蛋 这种东西经常被工业 拿来自冷用 所以很常见 随后 炒制对汤春的推理 进行了模拟 结果发现 注满整个房间 需要20升液态蛋 而且还有一点 证明了汤春的推理 那就是被子的重量 经过对比后发现 由于房间注入液态蛋 使得空气中水分液化 导致被子加重了一攻击 这个重量与案发现场被子的重量刚好吻合 那么接下来就好办了 只要调查村内的工厂 哪家用液态蛋自冷 并且少了20省就可以了 最终将嫌疑锁定了一位叫瑟尔的头上 他是当地一家肉类加工厂的经理 正好用液态蛋自冷 更巧合的是 刚好在前不久被人取走了20省 而且此人还是左姿的舅舅 对宽业的恨 那就不用再多说了 这动机也就显而易见了 本以为他就是凶手 时的不然 在案发时间段 巡洪会的监控中明确的拍到 这个四眼全程都在指挥作业 所以他有充足的不太常证明 那么既然不是他 这就说明有人在帮他运走的液态蛋 就此警方猜疑 这起案件可能是多人联合犯案 别忘了 宽业的丑甲多的可是手指都数不过来 就此警方连夜追查巡洪会的监控 别说还真发现了一个可疑之人 随后警方将其传唤 此人正是死的佐治的男友 对宽业那也是不共在铁 没有那次意外 他与佐治可能都结婚了 随后 林子将拍到的监控画面 直接摆在了他面前 询问他这里搬的到底是什么 最终他没有顶住压力 主动交代了 表示自己搬运的是液态蛋 不过这是受到了匿名人士的指使 他表示如果想为佐治报仇 就将液态蛋放到指定位置 确实仅凭这一张图片 还真就不能拿佐治男友怎么样 随后曹治无奈的找到了汤串 为了破案 他不得不再次寻求这位昔日好友 之所以他现在如此内疚 那是因为他将这种种案件 都揽在了自己身上 如果当年他抓到宽业 就不会再有这些人遇害了 此话却点醒了汤串 随即表示你并没有完全失败 因为这些案件都是可以串联起来的 汤串早就发现死者宽业的室友 田蠢身份并不简单 他当初与宽一成为同事 实际是为了帮妹妹报仇 他的妹妹正是当年失踪那名女孩的母亲 最终因承受不住 撕去女儿的打击 选择自尽了 得到这句话 曹治是恍然大悟 立即逮捕了宽一的室友田蠢 可无奈的在于 田蠢对警方的询问 那是子质不提 甚至根本就不承认自己有个妹妹 面对田蠢的这种态度 警方也是无可奈何 最绝的是 无论是他的住处还是单位 完全找不到关于他妹妹的一点信息 就此草子也只好换个方向 与此同时 汤川来到了佐治附近家 这次来也不是空下来否 而是带着他的推理来的 随后便是开明见识 汤川表示 整个计划实际是宽一室友田蠢想出来的 毕竟这种审秘的发言手法 并非一招一喜就能想出来 只有田蠢有这个时间与经历 他已经恨宽一十多年了 不过他一个人根本玩不成 他想出来的杀人方法 便联系了你 不过有一点让汤川始终想不明白 之所以你没去巡游会 就是想参与这次计划 可途中却发生了意外 那就是送顾客去医院这么一出 这明显就不在计划之中 所以汤川断定 这次计划原本是要终止的 但最终宽一还是死了 这也是你当初 为什么露出慌张的表情的原意 这就说明 肯定是有人在暗中 帮父亲完成了杀害宽一的计划 那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面对汤川的推理 父亲是闭口不谈 他只告诉汤川 这些人都在为佐治发声 供出他们就是一种背叛 他宁愿警方查出来 也不愿意交代任何人的名字 实际汤川要的就是这句话 有了这句话 汤川就能肯定 他的推理是正确的 他也知道 凶手不久后就会自首 果不其然 紧接着真正的凶手 就去警局自首了 原来是佐治的音乐 自骗人景上 景上这一辈子也没有儿女 他视佐治为自己的女儿 好不容易要出人头地了 却被宽怡谋害了 所以他对宽怡也是恨之入骨 随后他交代了所有犯罪过程 最初的计划 与汤川推理的一样 但途中接到了 组织父亲的电话 表示停止计划 自然是因为 他要送客户去医院 不过景上不甘心 这是从宽怡口中 问出真相 千载难逢的机会 随后按照原计划 景上拿着液态蛋 来到了宽怡的宿舍 并用汤川推理出来的方法 完成了犯案 不过景上表示 当初的目的 只是想从宽怡口中 问出他是否杀害了佐治 结果他打死也不承认 不过最终 邱仲玉迫使他说出了事情 也承认了自己对佐治犯下的罪行 可此时 由于叶太战 诸如太多了 最终导致宽怡没了呼吸 被以为影片 到这就接见了尾声 实的不然 反转才刚刚开始 宽怡也是个嘴非常严的人 之前的警方 软的硬的都用上了 宽怡依然保持沉默 为什么景上一下就问出来了呢 很明显景上在说谎 因为他根本就没打算问 纯纯的就是在杀人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难道是为了灭口吗 带着这个猜疑 汤川找到了音乐制片人的妻子美慧 之所以找到他 也是有原因的 那就是汤川一直想不明白 当初佐治的市中地点 为什么在家附近的公园 而不是回家的路上 说明他当天一定是被人约了出去 而这个人是他非常信任的人 要不然一个女孩不可能大半夜的跑到公园 还有一点 宽怡之所以全程保持沉默 即便是警方带他假 找到了带有死者血迹的衣服 他都丝毫不为所动 那是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 佐治不是他伤害的 他只是犯了擅自挪动尸体罪 以及阻止尸体正常掩埋罪 最好的证明 就是尸体在三年后才被发现 这个时间刚好是这两项罪名的法律追溯期 过了这个时间 宽怡神上的罪名就无效了 也就此他开始了下一步计划 那就是勒索真正的凶手 这也是他那天晚上 为什么出现在佐治父亲家饭店的原因 就是在向凶手展示 自己随时都可以说出真相 面对汤川的推理 音乐制片人的妻子 再也隐瞒不下去了 便说出了当年的实情 当天晚上并不是他找的佐治 而是佐治主动将美惠约到了公园 并表示自己不想出道 不想再唱歌了 理由是他想与之前的男友结婚 美惠听完这句话瞬间激动起来 毕竟他与丈夫培养佐治这么久 眼看着就要成功了 他却突然反悔了 就此两人发生了争吵 也因此发生了悲剧 美惠一个寸劲将佐治推倒在地 头刚好撞在了篮杆上 不省人事 慌张的美惠立即逃离了现场 可没走多远 他便反应过来 回去营救 说不定能挽回他的生命 结果当他回去的时候 佐治就消失了 而将他带走的不是别人 正是那个叫婚姨的男人 之后发生的事 如汤村推理的一样 婚姨开始不停的勒索美惠 挺不住一辈子活在恐惧中 美惠最终选择报警 可就在此时 他被丈夫井上阻拦了 因为他在四友田村呢 听说了这个计划 就此他将计就计 那天去佐治父亲家吃饭的顾客 实际也是井上雇佣的演员 就是想让佐治的父亲停止计划 这样他就有时间犯了 最终井上将婚姨撒害 并将现场伪装成 入世侵害的假象 到这儿案件才算随落实处 然而反转还在继续 汤村表示 如果一切都如美惠所说的话 那有一点是说不同的 那就是佐治头上的伤 以及在婚姨房间内 收出来带血迹的衣服 据美惠描述 佐治当时倒下 并没有发现血迹 也就是说 佐治当时晕倒 并不是致命伤 之所以头上出现伤口 很有可能 是他在被转移的过程中 醒过来了 婚姨为了完成自己的勒索计划 不得不谋财害命 也就是说 真正的凶手 实际就是婚姨 美惠只是失手 将佐治打远了 最好的证明 就是美惠回到案发现场 捡到的佐治头上戴的发卡 如果在上面 没有检测出血迹 就可以证明 佐治当时没有死亡 结果正如汤川的推理 佐治真的是由婚姨撒害的 最终法院做出判决 警上犯了谋杀罪 被判入狱 妻子美惠犯了伤害罪 拘留七点并缴纳了法解 其他人因终止了计划 并没有当成是共犯 得到了释放 自此影片结束 结局还算圆满 坏人最终得到了惩罚 只是代价有点大 失去了一位好的音乐制作人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可以看看原片 我是马峰苏定 别忘了点赞评论 加观众喜欢视频的小伙伴们 还可以查按点赞 特别推荐一下 感谢观众老爷们的资讯 我们下期见 感谢观众老爷们的资讯